蔡英文如果没有他造假的那本黑名书 没有他1986年拿出来的一个 根本不存在的论文 然后没有政治大学的包庇 他没有得到政治大学的副教授 你认为今天的蔡英文是什么 可能是勒马三殿海大王的经理吧 他可能去做行政院副院长吗 可能做民进党主席 有那么多人捧着他 机会真的是窃国 只是林志坚的抄袭儿 所以全党救援人救的是蔡英文 蔡英文如果没有他造假的那本黑名书 没有他1986年拿出来的一个 根本不存在的论文 然后没有政治大学的包庇 他没有得到政治大学的副教授 你认为今天的蔡英文是什么 可能是勒马饭店海大王的经理吧 这个不用考核对不对 他家的产业 他爱做什么董事长总经理 他就去海大王吧 他会做到总统吗 他如果没有 他没有政治大学骗来的这个副教授职位 他会拿到律师执照吗 然后他可能去做什么 陆委会公平会还去参与谈判吗 他可能去做行政院副院长吗 可能做民进党主席 有那么多人捧着他 包括李远哲先生 黄袍加身 公车上书 请他去做民进党的党主席 会吗 我们可以想象 如果当时1986年 假如这是真的 或假如这件事没发生 今天的蔡英文是什么 那是他个人的事 问题是他经过这样的选拟 他把我们台湾害惨 所以我要建议彭P以后不谈论文门 窃国门 他的行为真的是窃国 不只是林志坚的抄袭而已 所以全党救予人 救的就是蔡西梅 那就内乱外乱罪啊 他最后还是变成弃子啊 对不对 他逼到最后 舆论这样去下 那当然是牺牲 陈明头也会被牺牲的啦 他要保的是他自己啊 他只是觉得说 我的权威不容挑战 我的布局 比如说选对会也是骗人的嘛 都是听他意志 他要其实怎么办 他其实老早就胸有成竹嘛 陈世忠一定要到台北 林家龙在你怎么哀求 你就是给我到新北 对不对 怎么样安插都要这样 他要保什么 他的权威啊 他有权威 他才能保障 1986年他的骗局 不要被拆穿 不要被制裁 没有制裁的恶 最最恐怖最坏的恶 他就是想要熬过这两年 所以司法他完全操控啊 才有你今天的被通缉 你说我我有逍遥法文 我跟你讲啊 他是不敢起诉林環强 我是沾了林環强的光 因为林環强是美国人嘛 而且有身边实据嘛 那我跟你说 我只不过是公布林環强的报告嘛 他不起诉林環强起诉我 大家没道理 我只不过就是请你来上节目 他就上你了 因为他一定要起诉一个人 所以他就表示他诬告啊 对不对 他竟然已经提他当时提呢 他本来是要骗骗他的选民说 你看我真的是牵牌的 所以我敢告 就用这个跟他要这个林志坚继续上诉一样啊 你反正摆个姿态 你看我表示我已知气壮 我敢告 所以他要告 我相信我们都猜测嘛 他本来是选后 他选民 那就是我 慌怀为大我 我大度我要撤回 他没想到他被我告诬告啊 对啊 他最后要告一个啊 表示他没有 表示他告的对 所以他当然超上你啊 因为你比较跟他心力敌 不好意思 这种千载难逢的殊荣 被我一个人给掠了 所以这是他的一个策略 所以他整个的最重要 我觉得对林志坚这件事情呢 他最重要的是保他自己 所以林志坚到时候最会断尾学生 他还是会牺牲他的 所以会变为气质 然后呢 他是一直在打这个乌尼战 乌贼战 混尼巴战 就是告诉你们 你们不要谈抄袭的问题了 你看抄袭都是到选举时候 我说幸亏有选举了 或者平常时候还没有能量去 我们都是人家提供资料来检举 或者我们才知道嘛 我们哪有那个能力去调查 那选举之后才有这些讯息嘛 所以这些都是选举的抹黑的手段 所以我们都是在抹黑他 所以大家不要 他如果这个案子林志坚他保过了 他的头过程也 他也过 看看所有的抄袭都是骗 都是抹黑 所以不值得谈 你中间那种肮脏 那种龌龊 多少事情 如果不是这样谈出来 我跟你讲 学术界连个要求生的机会都没有 急救的机会都没有 因为再腐烂下去嘛 就继续腐烂嘛 幸亏现在还说 看能不能救得回来 所以他的策略 到后来他完全挡国不分 他已经全部过出去 我非要救这个人 因为关系到我自己的 这个一线生机嘛 所以他非作不可 所以他非常强势 你看他最后第一次党出来说 他没抄袭 你党有什么资格 你党还有点学术气味嘛 你们党里面哪个念过书啊 博士学会一堆 这几个人在读书的 他说没抄袭就没抄袭 这已经是像不像毛泽东了 你们这些臭老酒不要多说了 是不是 你今天是这种完全是这种暴君 完全是无知的那样的姿态人 第二次还说全党要团结来对抗 你对抗我们啊 我们也是你的老百姓人 毕竟很荒唐 党国可以不分到这种地步 而且公然的毫不填补之耻 有时候我们都喜欢用这个字 这个也没用 他根本不在乎 填补之耻的还在说 我就是没有 所以智坚你辛苦了 我们要继续上述 你知道上述是什么意思 就是两个小孩打架 然后小毛辈子被小华打了 去告诉小华的爸爸妈妈 你小华欺负我了 他现在说你去告 告了他们就会来找我评你的 然后他又打行政诉讼 就是又回到蔡英文的环道里了 那么信腾林之间 你想那个判决结果是什么 这种话不知道几点 包括他律师也是不知道几点 包括现在要带出来选的郑运童 你们都打高票吗 这件事情就完全是显现 蔡英文他心虚了 也看到他 他的权力在动摇 确实 他从这个开始台大 他这个出来反抗以后 现在没声音呢 我看非但打到他总统府门口 他也不会有声音了呀 完全没声音呢 他的权力现在正在动摇着 党内可能有王世坚高家瑜 我相信慢慢会有更多 有良心 可是另外也有人 叫打这些中共同路人了 中共同路人会越来越多 会超过二分之一了 或者是民进党以外的 民进党里面有很多中共同路人 我看我们的不管是统屠大业都快要完成了 因为事故就变成中共同路人了嘛 是不是 我觉得他的整个权威重要 我不是告诉你一个秘党吗 连非常挺阴的媒体人都愿意出现在他的明光幕上 我本来很不愿意 后来我觉得这是意义 表示你立场动扰 甚至在闲谈的时候 他说他有一个疑问 他说那谁来接呢 我其实是谁来接 我最早的时候当论文出现的时候 我有过担心 我也担心过 如果局势不能控制 如果是造成变乱局 我就对不起台湾 可是制度更重要 我们有制度 建法规定的 我们随着制度 不管你喜不喜欢那个人 他讲了一句话 他说你们为什么那么爱那个人 我说我一点都不爱那个人 我政治人物没有一个我爱的 尤其看到他在初选的时候的表现太窝囊 我绝不会投票给他了 可是制度是这样的 无爱其羊 无更爱其底 今天我要抗议的是 蔡英文你破坏的民主制度 你埋葬的民主制度 我以前说他焚书坑乳 他焚了他自己的经典制作 他的论文不是被他烧了吗 就到现在讲不出来 他坑的 坑我坑我 你被坑了 我说他真的坑的是我们民主的根基 对不对 现在整个监督的防护功能完全崩溃 立法院完全没有代表民意 只代表王毅 行政院变成他的共同正办 司法院变成他的打手 变成学弟子 各层的 那么还有什么 监察考试 我谈都不想谈 那本来就是个废物 根本不值得一谈 对不对 所以我在乎的是制度 不管我们的制度好不好 虽然是制度也很烂 可是至少我们还可以走下去 然后如果在制度上修正 就像现在台大的学术文明一样 你已经烂到这个 可是我们还是要救啊 他们自己也自己救啊 对不对 所以我要的是说 我们要制度 那我们就照着制度走 风向再转变 风向 1950的说辞 永远不脱那一套 你还没有言论自由 那你为什么不去骂 到对岸去骂 对岸干我什么事啊 我也不是他的人民 他再烂个故 我关我什么事啊 对不对 为什么这个老代手搞不清楚呢 老是把你中共投入人 这个赢了吗 然后你天上飞的是中共的飞带 地下走的是中共投入人 你这个总统还要下台吧 这个总统还能做吗 是不是 所以第一个 陈明通国安局长就要跟你做了 蔡英文你如果 在今天这个动摇的状态下 你还有一点点制救的能力的话 早点自重下台 下台 这是我们现在要一定要说 所以我们不是打论文门 我们打的是窃 窃国卖国 我现在有机会再告诉你 这个是有理论根据的 他这里已经算是内乱罪 确实啊 他变更了我们的 他变更了我们的宪政体制 他竟然在国家之上 要用全党力量的对抗宪法 对抗国家 对抗人民 那还能做吗 所以他当然不肯下来 可是我们一定要要求 这是我现在唯一能够做的 反对党你在哪 我知道你人数不够多 不能过半 所以整个我们的体制被操控到 罢免也不成 唐克也不成 这个斯大也不成 怎么办 你反对党你要留历史记录 你至少要提出这个议题嘛 这个议题要到国会上去讨论嘛 不是台大校长选主上应该谈的 这个是这么重大的 学术问题 不是一些论文的超时问题 台大校长向来都名列武功之上 你知道吗 重要的国家安全会议或重要什么 都是五院院长加上台大校长 中研院院长 你这样的一个清流地位 你要规避你的责任吗 你不谈 不要谈王世坚了吧 放掉他吧 你立定些不是王世坚 蔡英文才是重点 蔡英文现在坐在那个位置上 会让我们天天非常的生活在恐惧之中 请你们这些大佬们 重视我们小民的声音 重视我们的身家安全 重视台湾的存在好不好 对不对 天上飞的是中共的飞弹 地上走的是中共的同路人 台湾还活着吗 这个总统还能做吗 喜欢我们的影片 请在下方点下订阅按钮 也别忘了开启旁边的小铃铛 谢谢大家